先跟各位講一個觀念 墨水事實上是像檳榔渣或油漆是一樣的 水加化學飲料 那化學飲料是固態 固態 當水蒸發之後 固態凝結叫噴頭堵塞 OK 所以說噴頭堵塞由來就是講白一點 就是說 您的噴頭在這個地方 太久沒有使用 然後蒸發掉水蒸發掉 然後固態凝結 形成固態的東西凝結到地方 要噴頭堵塞 那邏輯是這樣 那第二個邏輯就是 常常說為什麼像清潔硬製頭嗎 通常我們會做這個動作 清潔硬製頭 維修會清潔硬製頭 那清潔硬製頭 千萬記得 你印出來 有問題 拼結硬製頭 千萬記得 前後的 對應大概 10分 休息10分鐘到半個小時 甚至 半天 以上 反正最好是10分鐘15分鐘左右 再去 清潔第2次 好 那清潔硬製頭怎麼辨識噴頭好 還是壞 好天真講 這台機器我已經休息了 三個月大概90天上下了 那第一個 一開始印出來是有問題的 藍色有問題 那做清潔硬製頭 第2張拼出來 黃色 變有問題 然後基本上 這個黃色 一開始 OK的 代表說 這個黃色是沒有問題 這兩 噴第2張出來 代表說這個噴頭是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他有噴出 一開始有噴出來 基本上 他這個噴頭是沒有問題的 那 問題上哪裏 可能是他墨水講沒有墨水 那這到底 這後來再講 那你 就這 噴第1張 休息10分鐘到半個小時 甚至更多 再噴第2張 好 做清潔 再噴第3張休息10到半個小時 好 噴第4張 大概就這樣 後來就慢慢出來了 他後來 我大概噴第5張的時候他就出來了 大概這樣 那 很好辨識噴頭好跟壞的方式 那大概這樣 那噴頭堵塞 基本上我們會第2個方法就是做 第3個方法就是做清潔液 大部分是做清潔液 那清潔液它是屬於腐蝕性的東西 你在用清潔液的時候 人家會叫你說泡在噴頭上面或怎樣 但我們內行是不太喜歡用清潔液 那 我是覺得清潔液還是有些不會完全出來啦 我的經驗來說不完全會出來 那 基本上 清潔液可以去泡 去使用 也是一樣清潔液也是做清潔液子頭 那清潔液子頭 我只要就是要休息10分鐘到半個小時以上 大事上這樣 你去試試看清潔液是基本上蠻快 但是我覺得它有腐蝕性 那大事上這樣 那 還有一個邏輯是說 你墨水夾一定要墨水 因為你沒有墨水 它噴頭工藝不出那個顏色出來 那 那你像這種改裝連續供墨 你怎麼知道它你沒有墨水 基本上它根本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內行還是看不出來 它內部的構造是這樣 你久沒有使用它會回流 所謂回流是什麼 就是像這個情況 明明就管先要有墨水 沒有墨水 這個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反正就是會回流 就是會有這些問題 那 基本上的話 你在做清潔液子頭 墨水 它會 它這邊的墨水會打墨水到這裡面 也有可能它墨水沒有墨水 墨水夾沒有墨水 導致印不出來 也有可能是噴頭的問題 也有可能是墨水夾裡面沒有墨水 的問題 那這個是我們直接看得到 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 也有可能管線有問題 那管線問題的機率不高了 對 那 這次上 邏輯是這樣 說 噴頭堵塞就是 水加 水蒸發之後化血液料零結 邏輯是這樣 那 如何 保養印表機 基本上我們建議 一個禮拜 噴墨印表機 一個禮拜 多印個兩三張 每個顏色 不要只有黑色 彩色都要印 因為有問題基本上 不會是黑色 因為大部分都印黑色 會有問題都彩色 大家知道這樣 那保持使用 這個是 不二法門 就像 你跟汽車機車一樣 電瓶就是會沒電 那為什麼會沒電 意思是一樣 那雷射印表機 又是另外的邏輯 它是屬於 因為它沒有 蒸發的問題 所以它 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雷射印表機比較貴 所以你也不會覺得說 你有賺到什麼 對 大實上這樣 有賺到